OK,兄弟们,一会儿我们准备去趟县城 然后带着我爷我奶他们 我们不给我爷我奶买了一个房子吗 因为上次去过去看了一下 我小大也觉得屋里面太空了 什么都没有 就是也达不到就拎包入住那个程度 所以说在我们过去这儿的 估计就去俄罗斯了 然后准备就是在去俄罗斯之前 然后给我爷爷我奶他们 就是给家里面就是楼房里面都弄 直奔齐全了 然后就是他们等我们走之后 他们就消停了可以入住了这样 相信这两天你们看新闻就能了解到 我们东北已经被大雪包围了 猫眼雪下了好几天 路上也是异常的光滑 我之前借的那辆凌云没有装雪地胎 所以也基本上放弃上路的可能了 安全起见我们就打了一辆车 移到县里我们又直奔新房了 这次来也是把我爷我奶的新房好的置办一下 顺便给我奶奶看看病 我爷这老同志也是细心 我和他们说啥也不用带 缺啥我就给他们买了 他还是把家里的perfer罐罐 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我看也就是扣备箱小了点 如果大点恨不得把厨房都帮过来 走吧 看两天 看兩天 打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午了 然后我们现在出门了 去买东西去了 虽然只是个小县城 但东西还是比较齐全的 各种家具电器 想买啥都能买到 同时也让我家的小女子 也小小的震惊了一把 她是没想到 这么小的小县城 能买到这么多齐全的家具 而且无论是款式还是价格 都比我老丈人家那边强太多了 这也是两米的是吧 这两个都是两米的 对 实际往外转 拽着就拽着就拽了 拽着就拽了 对 好嘞 这还拽着拽 行不行啊 姐 您买 经过精挑细选后 我们把需要的都买好了 售货员小姐姐也是很会说话 对着我爷爷就是一栋框呀 在家说这些年都没想到 以后到老了能住楼 没想到 你都不敢想是没想到 没想到 都没想到 都没敢想 都没敢想是吧 这一辈子找个这么好儿媳妇 又生这么好大孙子 啥年没操 真好 在圈团子都有名 十里八岁都谁不知道 我刚好后面 我们过 hết 那我们就做媒体 那我们就 ز不同人员 如果研究了 整 symmetry 我来拿走 一笔间 �iels 높 我真的 losing 我的死衣 然后房子 的图形 导物 俗哈哈哈 居宽 隆 小姐姐行 zul Rom 你能看 真 要 scary 我 black 雅官 这个 86 基本 我会 习ray 我说我希望能够买到这里 和送给 但如果我们送给 这也很贵 所以不适合我们在美国 随后我们又去了趟电器城 冰箱 电锅 洗衣机都给这边挤去了 考虑到两位老人对一些高科技产品有目明白 我和小达拉选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这就比较方便他们今后使用了 等东西都买完了 我奶在家休息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赶快带他去医院看病 慢点儿奶 来医院看看 有点不舒服 慢点奶 感觉咋样奶行啊 还行啊 行 行 县城里就是这点好 医疗水平还是村里没法比的 有问题可以随时来医院 接着这个机会也回复一下前面网友的疑问 好多朋友都说不应该在城里给奶奶买楼 应该在乡下盖房 其实最开始我们在买房之前也是问过这两位老同志的 是我奶自己想搬到城里来住 所以我们才在城里买的房 有人说老人在城里不会孤独吗 这可能就是你们对我们这边的情况不太了解 因为现在村里好多人都在城里买房了 好多老人也都搬到了县里来陪孩子上学 尤其是冬天 那亲亲朋友邻居啥的那就更多了 走走亲亲串串门啥子 其实比农村也差不多 另外江边的杨盖队有好几伙 这可是我奶的最爱 无论春夏秋冬想扭就扭 所以是不会孤独的 另外楼房不用烧柴 在农村盖再好的房子 冬天也需要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下 出去批柴报柴 对于我爷我奶这种上了岁数的人 还是非常困难的 再加上今天这种情况 老人岁数大了 老年病比较多 身体不舒服 想看病就可以直接来医院了 还是比较方便的 综合了这么多情况 我们在城里给这两位老人买了房子 等到了晚上我们买的东西就都到了 好好的装饰一下 这两位老人后面生活就会很方便 床的会儿它都会倒了 这个是沙发 然后那个冰箱也倒了 这是 这窝的一个柜子 然后一个新床 在装修史佛的一顿炒作下 这些家具终于是弄好了 OK 这个沙发已经换了 然后那个冰箱放这块 这屋已经变样了 新美的床 然后这块有个条柜子 不错 行了兄弟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见